一辆物流公司的小货车10号晚间行侵台76线彰化普新路段 突然窜出火光 过没几秒钟整台车就陷入火海 恰实表示开到一半有察觉异样 赶紧停靠在路间并逃生 而惊险画面也发生在台74线台中乌日路段 当时工作人员在中线车道 倾行掉落物减时清除作业 结果后方一辆休旅车疑似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 来不及反应猛力撞上 车头板筋掀起整个壮烂 中心车道刹车轻轻到一半突然往左切 但后方白色秀里车驾驶却来不及反应 蹦 疑似完全没有刹车直接撞上防撞车 引擎盖整个掀起车头几乎全灰 蛮可怕的 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很快的行驶 那个冲击力道都会很大 安全距离是很重要的 200公尺其实没有很难吧 10号中午11点多台74线北上1.6公里 发生这起追撞事故 当时公众人员在中线车道进行掉落雾 减时清除作业 好在有防撞设施才没有被撞伤 所幸没有在衍生连环事故 而惊险画面也发生在台西六线快速道路 一辆货车不明原因烧成一团火球 24岁物流货车驾驶表示 开到一半发现车子怪怪的 赶紧开到路间才刚要下车检查 整辆车就烧了起来 抵达现场之后 为一台小货车 车头完全燃烧 我们立席部属一线 不灭火势 多亏消防人员即是灌旧 小货车才没有爆炸 其余车辆也都保持安全距离通过 没有再衍生事故 详细的火烧车主因 有待警销人员调查厘清 记得李宗王一璋台中报道 咱们下车 咱们下车 咱们上车 此外 不